杨俭是玉顶真人门下弟子,杨俭相貌鹦鹉俊朗,头戴黑纱金则身着蛋黄袍配甲皱,凤眼威仪显灵神通,在摩家四江和江子牙的兵马僵持不下时,杨俭奉施命下山驻镇之后,就一直活跃于周营,杨俭早期以枪为武器后以三尖两刃刀作为武器,练就一身九转圆弓有七十二变的能力,又有灵兽萧天犬辅佐,在下山前就已经封为清源庙道真君。